这四袋军包就装好了 那一个军包应该是2700克左右 那这个就2730几克 那小的换成磅呢 就是6磅 那在接种 接种GREENS编之后 一个军包最后是有6.7磅的样子 那下面就是封口 那这个 我们来看看距离封口 封口呢 就是第一要把这个 这里面的肺氧料把它把它按紧实 按切实 否则的话你一个米军锅装不了4袋 就是要把它按切实 这样子就正好装4袋 我一刚开始的时候拿手进去 给它按得很紧很紧 但是那样子就把手弄得很脏了 所以现在我就是用这个菌袋 在按的过程当中呢 始终保持这样一个形状 先把这个 这个 上面的这个褶子 这个袋这个褶子把它折好 然后再开始往下进去 然后再开始往下进去 这样子 这个折好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好处就是 就是菌包它不会被顺着它本身的这个这个纹路这样子 这样菌包出来就不会是乱七八糟的它就是没有很多皱褶一样的 那这个菌包就封好了 假如是你看网上的话特别是Southwest mushroom它就这样子了它的菌包就这么包好了之后就一个个就拿去灭菌 但是对我们个体后来讲我们这个五菌环境没有它那么好 它整个房间都会是五菌的 那我是怎么办呢 我一般都会把这个口啊把它封一下 这样子你拿进拿出的时候 哪怕这些菌包是 菌包周身是在空气中暴露的 但是我这个口是被protected 那另外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技巧就是在灭菌的过程当中 我有发展过好多次就是这个菌包啊它用在高压下面 里面压力受力不匀 这个菌包在里面爆裂了就在这里出来个口子 那这个口子之后呢 这个那当然就不能用了 因为你拿出来就暴露空气当中 所以这个就废掉了 你要重新再装袋子再灭菌 那有时候很伤心的是一个菌包 那一锅里面四包是吧 其实用两包都爆裂了 所以就很伤心 那这种失败率还是很高的 所以后来在网上做了research 有网上给了很多手路行 那我现在是综合一些手路行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体会 那有些人家的手路行我就没有用 比方说有的人在免菌锅 他认为这个菌包不要直接挨住这个免菌锅 在这个菌包和免菌锅之间再垫一层布啊 垫一层纸啊 他们认为这个免菌锅的温度太高了 会导致这个袋子在里面涌烂 涌穿 这个我不问我也是个医术 那我采用的是什么办法呢 给大家看好了 这是一张PayPal Tower 我采用的是把这个PayPal Tower把它插进去 插到这个帮它跟培养机直接接触 在口这个地方呢 把它折一下 像这么折一下 然后再拿一张这个这种拿纸 再拿着纸 这个可以是你烤面包啊烤饼干的这种纸都可以 他用这种纸不用被谁打湿 拿着这样的纸 这是我刚才讲的封口 就把它封起来 那我这张T-C-PayPal 这个PayPal Tower 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当我们把它这个菌包折叠 你折叠这么折叠几遍 折叠几遍放到这个 这个菌包在菌锅里折叠几遍 像这么 像这样折叠的时候 这个菌包就不吐气了 就被米封了 所以当里面压力需要释放的时候 它就不能释放压力 但是这张纸的好处就是 提供了一个通气的管道 一个通道 所以说里面哪怕有压力 也不管是真压力 正压力还是负压力 它都能通过这个 这张纸得到释放 所以这个是我分享的 怎么解决这个菌包爆裂的 一个主要的技巧 叫技巧No.1吧 下面我还给大家分享 在美菌的过程当中一些技巧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主要的技巧 像这样一封 两边用这个回心针把它 把它别上 这个回心针是可以重复用的 那再把它放到美菌锅的时候 就像这么对折 当你对折的时候 要尽量要往这个 这个半头模 让它被盖住里面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放在美菌锅里面了 那这就是封好了一包了 那下面我就把视频暂停 然后等我把其他三包都封好 我们再来看 最后一袋 最后一袋 也就是 这个压的时候顺着这个袋的形状 把它压成这么一个 一个长方体的样子 你不用担心说 压得不够紧 大致上就差不多了 就是 你这个美菌锅 那个装了一下就够的 enough了 当你这么捋的时候呢 最好是从上往下这么捋 你要从下往上捋 你总是捋不准其的 这是一点小经验哈 从上往下捋 先把它这样上面捋好了 然后再来 再来调整下面的 像这个地方还是 不符合你的要求 就把它这么弄一弄 把这个袋子往里面按一按 所以就往它本身的这个褶 这个袋子的这个褶子就出来了 弄好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按一下 然后再把这张纸擦上 这张通气的纸 这张褶子就是Wax paper是可以重复用的哈 反复用 因为它不坏 然后它也不沾水 所以不沾水也就不容易长霉 我曾经用普通的纸 普通的这个就像这种 解药用的这种包装纸啊 你看到好像也还蛮 蛮硬吧 但是它它洗水 它洗了水之后 嗯 那个水就 它这个上面就长霉 这个长的霉就 藏往到里面这张纸里面去了 所以是很危险的 所以 大家注意不要用口通的纸 一定要用纳纸 那下面就是 那给它加水 给装到煤筋锅里面 那这个煤筋锅已经 已经装了两袋进去了 这里面已经装了两袋 那下面就来到 防止这个菌包爆裂的第二个技巧 也是 是我自己总结的了 看见没有就是有这么两个 两个小木块块 我来给大家量一下 看看这个木块是多长 多高 给大家做一个reference 这样 量了一下 这个是大概4.5厘米 那这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把放在 这两边 放在这两边 然后呢 再用一个提示网 盖着这上面 这样子是 就是在装另外两个菌包的时候 在装另外两个菌包的时候 就把这两个菌包是这个方向摆 那另外两个菌包 就这样的方向摆 就正好摆在这两个 这两个小木块上面 所以上面的菌包 就没有压着底下的菌包 这就是防止 这就是防止这个底下的菌包 因为每一次爆裂 都是底下的菌包 上面的菌包并没有爆裂 可见底下的菌包 它可能被压住了 它这个气 这里面不能自由扭动 压力不平衡 所以这是第二个技巧 我问这两个技巧是最critical的 那下面就是加水 我这一个两杯 这个两杯是500毫升的 我加三杯 所以一共就是1500毫升 它加了之后你会发现 这底下的菌包是有一半 是木在水里面的 是泡在水里面的 那是OK 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菌包底下 还有一个铁框框 那个铁网子是它米菌锅本身带的 所以那个是suppose放在最底下 它本身有一个铁框框 那现在看得见吗 这底下 这个看来带孔的 这就是它本身带的一个 自带的一个铁框框 那个起的作用就是 这个塑料的菌包嘛 塑料纸的菌包 不直接跟这个锅底结束 因为锅底 在暗烧的过程当中 在放在楼子上温度是很高的 那这个网子是我自己找的一个 就是这个筛子了 这是我用来筛其他东西的 大家能找到其他的类似东西也行 反正道理就是一样的 你有这两个支撑物 再把另外两个菌包放上去 它不至于压住底下的 那我们现在来放另外两个 这都装在锅子里了 那上面呢 大家记得要压一个小小的这个东西 透气的 我这个就是大家知道 比如说平时放在桌子上用来 用来电来放锅子啊 一个垫子了 它的目的就是 这个塑料纸嘛 它在压力的作用下 它不会flip到盖子上面去 它不会到盖子上面 到盖子上面把这个盐堵住了 因为这个盐是上面 这上面就是压力 就是看压力的地方 假如那个盐堵住了 就麻烦了 那是很很危险的一个事 那下面就盖上盖子去灭菌 那我一般是灭两个半小时 那至于灭菌锅的使用 我在去年7月29号 这去年的7月29号 前年了2021年7月29号 有一个蘑菇五菌操作台的效果 有高压米菌锅的使用 欢迎大家参考了一个视频 好吧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这一期比较长 所以是分了两期 分了两个part one part two 希望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 最后关于军包爆裂 还有第三个trikes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就是灭菌结束之后 我就不等到灭菌结束之后 再结束这个视频了 我现在就跟大家说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不是上锅灭菌吗 没有两个半小时 那当这个压力表到15的时候 你开始记时间 那它一般只要不超过17 18都是安全的 那到了超过安全程度之后 它这个中午会会灌灌灌灌灌 就这么听听到 你会听得到 所以你过来就要小火 那当两个半小时结束之后 你把火不要马上关了 你把火打得最小 让它维持一点点小火 这个压力从15降到10 压力从15到10这个过程中 有一点小火 意思就是压力下降过程当中 不要太快 以至于这也是军包爆裂的 另外一个原因 所以让它要下降到慢一点 那一旦降到10了 这个时候你会把火关掉了 所以这是三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是把军包里面 加一层这个配布套 让它能够出使它空气 能够有个流通的 流出来的一个空气流出来的一个阵脑 一个管道 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军包里面 加两个supporting的这种小柱子 使第二层军包不压在第一层军包上面 不可能造成一个压力 这是第二个技巧 第三个小技巧就是灭菌锅 灭菌结束之后 不要马上关火 先用小火 让压力慢慢地从15降到10 然后就可以把火关掉了 那最后灭菌结束 当压力降到0了 当这个pressure regulator也下去了 你就可以把盖子打开 让它热气散发 这样热气散发是便衣里面的 默菌包干燥 干燥有个好处是 不让它长杂菌 当干燥到冷却到一定的程度 守不汤的时候 你就会拿出来使用了 或者是你不马上使用 你可以把它储存在一个盒子里 那我也是把它储存在一个盒子里 在这个转移过程当中 你的手啊 周围的环境都用酒精喷一下 好了 今天这是分两期 给大家介绍的蘑菇培养料 的准备 还有灭菌 在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希望对大家 对蘑菇爱好者有些帮助 我做这些视频的主要目的是 鼓励大家都来种蘑菇 另外补充一点就是 你看这里面还是有空的 平时我培养料的时候 我顺便培点刀啊 茶啊 小瓶子啊 也放在里面一起 只要里面装得进去 都是OK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有点长 请大家见谅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我们一起探讨 谢谢我们下期再见 顺便预告一下 下一次我会给大家实际操作 演示怎么做小瓶状的培养机 就是卖力培养机 用来做菌种分离啊 做greenspan啊 都可以 很简单的 不需要什么穷子糖啊 折糖啊 穷子培养机啊 搞这些实验室的东西 就是有个小瓶瓶 然后加上那个就好了 加上买的卖力就好了 下一次我再分享这个 今天先做一个预告 好的 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